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像我散步在森林中时 爱看鸟雀和松鼠一样 我散步在村中 爱看一些男人和孩童 听不到松涛和风声了 我却听到了林林的车马声 从我的屋子向着一个方向望过去 河畔的草地上 有着一个涉属的聚居地 而在另一个地平线上 榆树和玄林墓底下 却有一个满是盲人的村子 使我发生了好奇之心 仿佛他们是大草原上的狗 不是坐在他们的受学的入口 便是奔到林家闲谈去了 我时常到村子里去观察他们的习惯 在我看来 村子像一个极大的新闻编辑士 在他的一边支持他的 仿佛国务街上的李廷出版公司的情形 使他们出售干果 葡萄干 盐 玉米粉 以及其他的食品杂货 有些人 对于前一种的商品 即新闻 是胃口大 消化能力也一样大的 他们能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街道上 听那些新闻像地中海季风般沸腾着 嘶语着 吹过他们 或者可以说 他们像吸入了一些只是产生局部麻醉作用的乙迷 因此意识还是清醒的 苦痛却被麻痹了 要不然有一些新闻听到了是要使人苦痛的 每当我徜徉经过那村子的时候 没有一次不看到这些宝贝一排排坐在石阶上晒太阳 身子微偏向前 他们的眼睛时不时地带着淫欲的表情向这边或那边瞟一眼 要不然便是身子椅在一个骨仓上 两手插在裤带里 像女巷柱在支撑着她似的 他们因为一般都在露天 风中吹过的什么都听见了 这些是最粗的磨坊 凡有流长飞短的闲话都经他们第一道免过 然后进入户内 轻倒入更精细的漏斗中去 我观察到村中最有生气的是食品杂货店 酒吧间 邮政局和银行 此外 像机器中少不了的零件 还有一支大钟 一尊大炮 一辆救货车 都放在适当的地方 为了尽量利用人们的特点 房屋都面对面地排成巷子 任何旅行者都不得不受到家道鞭打 男女老少都可以揍她一顿 自然 有一些安置在最靠近巷子口上的人 看到的最先也最先被看到 是第一个动手揍她的 所以要付最高的房租了 而少数零零落落散居在村外的居民 在他们那儿开始有很长的间隙 旅行者可以越墙而过 或抄小路逃走掉的 他们自然只付很少一笔地租或窗帅 四面挂起了招牌 引诱着她 有的在胃口上把她抓住了 那边是酒店和食品店 有的抓住她的幻觉 如干货店和珠宝店 有的抓住她的头发 或她的脚 或她的下摆 那些是理发店 鞋子店和成衣店 此外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危险 老是要你爱护竹屋的访问 而且在这种场合里总有不少人 大体说来 这一切危险 我都能够很巧妙地逃避过去 或者我立刻勇往直前走向我的目的地 毫不犹豫 那些遭到家道鞭打的人实在应该采取我的办法 或者我一心一意地想着崇高的事物 像尔弗斯 弹奏着七弦琴 高歌诸神之赞美诗 把妖女的歌声压过 因此没有遭难 有时候 我闪电式地溜走了 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因为我不大在乎礼貌 篱笆上有了洞 我不觉得有犹豫的必要 我甚至还习惯于闯进些人的家里去 那里招待的我很好 就在听取了最后一些精选的新闻之后 知道了刚平息下来的事情 战争与和平的前景 世界还能够合作多久 我就从后面几条路溜掉 又溢如我的森林中间了 村子 夏 当我在城里待到了很晚的时候 才出发回入黑夜之中 这是很愉快的 特别在那些默黑的 又风暴的夜晚 我从一个光亮的村屋 或演讲厅里开行 在肩上 带了一袋黑麦 或印尼安玉米粉 史记林中 我那安乐的港部 外面的一切都牢靠了 带着快乐的思想 推到甲板下面 只留我的外表的人把着舵 但要是航道平静 我索性用绳子把舵拴死了 当我航行的时候 靠着苍冬的火炉 我得到了许多欢心的思想 任何气候我都不会忧郁 都不敢悲怆 虽然我遇到过几个凶恶的风景 就是在平常的晚上 森林里也比你们想象的来得更黑 在最黑的夜晚 我常常只好看着树叶空隙间的天空 一面走 一面这样认路 走到一些没有车道的地方 还只能用我的脚 来探索我自己走出来的道路 有时我用手来摸出几棵熟悉的树 这样才能变向航行 譬如从两棵松鼠中间穿过 它们中间的距离不过十八英尺 总是在森林中央 有时在一个漠黑而潮湿的夜晚 很晚地回来 我的脚摸索着眼睛看不到的道路 我的心却一路都心不在焉 像在做梦似的 突然我不得不伸手开门了 这才清醒过来 我简直不记得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想也许我的身体 就在灵魂遗弃了它之后 也还是能够找到它的归途的 就好像手可以摸到嘴 不需要任何帮忙一样 好几次当一个访客一直待到夜深 而这一夜凑巧又是漠黑的时候 我可不能不从屋后送它到车道上去了 同时就把他要去的方向指点了给它 劝它不是靠它的眼睛 而是靠它的两条腿摸索前进 有一个非常暗黑的晚上 我这样给两个到湖边来钓鱼的年轻人 指点了他们的路 他们住在大约离森林一英里外的地方 还是熟门熟路的呢 一两天后 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 他们在自己的住所附近 兜来兜去兜了大半夜 直到黎明才回到了家 其间逢到了几场大雨 树叶都湿淋淋的 他们给淋的皮肤都湿了 我听说村中有许多人在街上走走 都走得迷了路 那是在黑暗最浓厚的时候 正如老古话所说 黑的你可以用刀子 一块一块把它割下来 有些人是住在郊外的 驾车到村里来办货 却不得不留在村里过夜了 还有一些绅士淑女们 出门访客 离开他们的路线不过半英里路 可怜 只能用脚来摸索人行道 在什么时候拐弯都不晓得了 任何时候在森林里迷路 真是惊险而值得回忆的 是宝贵的经历 在暴风雪中 哪怕是白天 走到一条走惯的路上了 也可以迷失方向 不知道哪里通往村子 虽然他知道 他在这条路上走过一千次了 但是什么也不认得了 他就跟西伯利亚的一条路 同样的陌生了 如果在晚上 自然还要困难得多 在我们的日常散步中 我们经常的 显然是不知不觉的 像临港的人一样 依据着某某灯塔 或依据某某海角 向前行进 如果我们不在走惯的航线上 我们依然在脑中 有着临近的一些海角的印象 除非我们完全迷了路 或者转了一次身 在森林中 你只要闭上眼睛 转一次身 你就迷路了 到那时候 我们才发现 大自然的浩瀚与奇异 不管是睡觉 或其他心不在焉 每一个人 都应该在清醒过来之后 经常看看 罗盘上的方向 飞到我们迷了路 换句话说 飞到我们失去了 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才开始发现 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的处境 并且认识了 我们的联系 之无穷的界限 有一天下午 在我的第一个夏天 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进村子里去 找鞋匠 拿一只鞋子 我被捕了 给关进了监狱里去 因为 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 说明了的 我拒绝赴税给国家 甚至不承认 这个国家的权利 这个国家在议会门口 把男人 女人 和孩子 当牛马一样的买卖 我本来是为了别的事 到森林中去的 但是 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 人间的肮脏的机关 总要跟他到哪里 伸出手 来攫取他 如果他们能够绊倒 总要强迫他 回到属于他的 攻击会式的社会中 真的 我本可以强悍地抵抗一下 多少 可以有点结果的 我本可以 疯狂地反对社会 但是 我宁可让社会 疯狂地来反对我 因为 他才是那绝望的一方 然而 第二天 我被释放出来了 还是拿到了 那只修不过的鞋子 回到林中 正好赶上 在美港山上 大交一顿乐局 除了那些代表彻国的人物之外 我没有受到过 任何人的骚扰 除了放我的 稿件的桌子之外 我没有用锁 没有拴门 在我的窗子上 梢子上 也没有一只钉子 我日夜都不锁门 尽管我要出门好几天 在接下来的那个秋末 我到免因的林中 去住了半个月 我也没有锁门 然而 我的房屋 比周围住扎着的大兵 还要受到尊敬 疲劳的闲游者 可以在我的火炉边休息 并且取暖 我桌上的几本书 可以供文学爱好者来翻阅 或者那些好奇的人 打开了我的厨门 也可以看我 还剩下什么饭菜 更可以知道 我晚餐将吃些什么 虽然各个阶级 都有不少人跑到湖边来 我却没有因此 而有多大的不便 我什么也没有丢 只少了一部小书 那是一卷河马 大概因为封面 镀金镀坏了 我想 这是兵营中的一个士兵拿走的 我却是相信 如果所有的人 都生活得跟我一样简单 偷窃和抢劫 便不会发生了 发生这样的事 原因是 社会上有的人 得到的多于足够 而另一些人 得到的却又少于足够 蒲博义的河马 应该立刻适当地传播 河马说 世人不会战争 在所需 只是山毛举的晚碟时 还有中国古人说的 自为正 焉用沙 自欲善 而名善已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碧眼 和河马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